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比如一家从未曾去过的餐厅 结果就在你跨进去的一瞬间 就会感觉到眼前的场景是如此的熟悉 餐厅的布局 餐桌上摆放着的调料瓶 坐在左手边的一家人 正在走向你的服务员甚至 你还能够预感到他 手上端着的盘子即将在下一秒钟摔碎 简直就跟你记忆当中的画面一模一样 似乎你曾经经历过这一切 这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感觉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是有关自己前世的记忆 还是对未来的预知 也或是平行宇宙中不同的你 在一瞬间交叠在了一起 还是他向我们展示出了 平中大脑也许是真的 而此时控制模拟的电脑 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 这些想法都很迷人 但其实科学家有自己更加科学的看法 在心理学上 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错觉 叫做德加乌 它处置于法语 原意就是以前见过的意思 但显然我们不会这样教它对吧 其实它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即视感了 或者叫做幻觉记忆 所以你肯定就知道了 这种现象一定跟我们的记忆 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学家从很早以前 就想要把它弄明白 但即视感的发生 也就是在一瞬间的事 而且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会在什么时候发生 所以想要在实验室里面 记录和研究这一现象 几乎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们有了虚拟现实技术 研究人员在游戏里面 布置了两个场景 他们拥有相同的布局 但是却有完全不同的功能 比如第一个可能是水族馆的场景 里面错落地摆放着一些鱼缸 你会按照一定的路线 游走期间参观整个水族馆 然后可能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之后 研究人员再次邀请你来体验VR游戏 这次则是一家酒店的大堂 它的布局其实跟之前的水族馆一模一样 但是里面的鱼缸显然换成了 沙发 矮桌和吧台 当你沿着原来的参观路线往下走时 叮叮 即视感就很有可能冒出来了 至于这样的一些试验 科学家开始认为即视感 其实是一个记忆现象 当我们进入一个与记忆十分相似的场景 但又无法找到相对应的缺切记忆时 就比较容易让大脑抽风出现即视感了 但科学家显然不会满足于上述 那个简单的解释 于是有很多的理论都被提了出来 都试图来解释大脑抽风的具体原因 我们来说说这其中最普遍的三种 首先我们的记忆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它跟电脑里面储存一个文件 只需要把它放到文件夹里面 或者是把一大照片装进盒子里面 塞到床底下保存起来 显然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的记忆更像是一个 需要不断去重新经历的过程 大脑会不停地扫描感官传递给它的信息 然后判断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 在记忆里面是否有一个熟悉的版本 一旦扫描到熟悉的标签后 大脑当中一个叫做海马体的区域 会迅速反应 雕出与之相关的记忆 并重新激活保存着 当时那些惊艳片段的神经回路 让我们在大脑中再次体验那段记忆 本质上跟做了一趟思想时光记 没什么区别 这些步骤需要仪器合成 如果谁在中间掉链子了的话 比如大脑已经识别出熟悉标签了 但海马体在换出记忆时卡了磕 这个时候你猜谁来了 急事感 第二种可能 跟大脑对外界信息的记录模式有关 通上进化压 各种感官输入的信息 比如七位声音图像 会经过处理后混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事件记录在大脑里面 但如果在处理和记录的过程中 发生了一点意外的话 就会使其中的一些信息 比别的信息记录的慢了一点 大脑有可能就会把它标记成 另外一个事件了 这就让我们感觉好像 这事明明以前发生过 急事感发生的第三种情况 可能是当你对环境中的某一个部分 过于专注 以至于周围的世界仿佛正在飘走时 却突然被打断 一下子回到了现实 你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 好像这个地方曾经来过 的确你曾经是来过 只不过这个曾经 就在你刚刚发呆之前 最后以上这些解释 尽管都能够对急事感的特征 做出一些描述 但没有哪个能够被认为是 盖棺定论 想要真正了解它背后的机制 还需要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创造出更多新的方法才行 与此同时 既然你也体验过很多次的急事感 为什么不分享给我听听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告诉我你的急事感 感谢观看